一生中有一个人 使得你等待 那也是一种幸福 记得我没有约 没有言朵 苏家全豪华农舍风暴延烧将近一个月 使得绿营现在整个竞选完全失骄傲 不过苏家全他的这个方面 这两天打出来悲情牌 苏家全一方面讲说 我有权利保护我的家 保护我的老婆保护我的小孩 现在连住在农舍里面的苏家全的岳母都讲说 你要来拆我农舍 那我就要搬到总统府去了 不过你真的要回头想清楚 所谓的拆农舍 甚至所谓的要苏家全跟他老婆先离婚 这到底是蓝营说的 还是绿营人士说的话 被农舍风暴残生的苏家全 把一个月来的怒火 全部推给了国民党 农舍风暴就这么被苏家全转化成选举的悲情诉求 还说房子是国民党要拆 连苏家全岳母都说 万一房子被拆了 他就要去住总统府 农舍风暴就在苏家全不愿坦然面对 一再硬拦搅便下无法平息 就连民进党的中指委洪志坤郭正亮都看不下去 在网路上要苏家全自己拆掉房子 或者是把农舍给捐出去 吴子佳更要苏家全跟洪恒朱离婚 目的就是要苏家全在总统大选时 不要一个人坏了一锅粥 苏家全的农舍风暴 党内的选举压力远比外界还要大 苏家全一句国民党要我家破人亡的话 正是转移焦点 制造烟幕弹的典型手法 中期新闻纪博顺顺眼狱高雄报答